大飛安天 其實今天的節目我做完了 做了十三節 有三節我覺得是應該大家聽一下 就是中國連收爛數的人都失業 那節真的大家要聽一下 第二當然就是特朗普 第三就是台灣 今晚都有一天不閉嘴 可以輕鬆些 現在六點鐘 在我心目中有兩篇文章是應該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顏順勾 或者其他人的Facebook 但是我都覺得是應該跟大家講一下 不是個個都會看 尤其是文字上高 我告訴大家 二十大之後 顏順勾這篇文章 習近平匆匆忙忙地出訪俄羅斯 這幾天又有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馬來西亞首相安華 西班牙首相桑傑斯 出席博鵬論壇 美國副國務卿華致強訪華 四月起將有巴西總統盧拉 日本外相林芳正 法國總統馬克龍歐盟主席馮德萊恩都要來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也都準備訪華 布林肯訪華取消之後 這段又再見到他和王毅 密密針希望再見王毅 外國的政要現在樂意不絕 不停地訪問北京 中共借這個外交榮景 來拯救皮不能輕的經濟 經濟上中共突然對私營企業大獻殷勤 當他們是自己人 銀行推出鼓勵私營企業 放款優惠 馬雲被勸回國 地方政府甚至準備在法律上對私人企業 違法亂己網開一面 即是好像海南島一樣 中共的內政外交突然熱鬧起來 是二十大之後 中共重啟外交和經濟重大的國策轉變 它建基於中共空泉的政治危機 習近平的戰狼外交得罪了全世界 三年的病態疫情 令到經濟陷入泥沼 中共一覺睡醒 突然覺得大事不妙 原來已經去到懸崖邊上 走前幾步就萬丈生淵 所以嚇到醒一醒 飄冷寒 但凡一覺領袖應該高瞻遠足 未遇籌謀 很可惜的就是習近平 他沒有這種魄力和眼光 又不可一世地對國際和國內大局 缺乏深刻的認識 只是滿足個人的權力 搞到現在不可收拾 結果才死死氣 來吧 重提民企 大開中門 這幾天中共和新加坡簽署聯合聲明 一致團意 同意建立在全方位的高質量 前瞻性的夥伴關係 講到前瞻性真是令人提笑皆非 習近平 但凡有一些前瞻性 怎會搞到今天這麼慘淡的局面 早十年八年 習近平就應該看到今天的處境 但是他應該做些什麼 急些什麼 或者戰狼外交和國進民退 不是不想搞 而是根本沒辦法搞得起來 至於整個局面 沒有了這種前瞻性 一味硬幹到底最緊要過癮 不顧及有只一天被人掷握的時候 現在將事情做到過頭 想要緩一口氣 結果又要放下身段低聲下氣 不單止做得難看 更加是為時已晚 因為拜登政府多次主動與中共聯絡 被回憶冷面孔 有人批評美國太軟弱 又要養虎為患 顏順勾的想法跟他們不同 他認為拜登政府是以競爭為基調的國際關係主軸 還是行得通的 拜登對中共採取的政策 從一開始定調就是憑實力 和第二個國家打交道 所以競爭為主 能合作就合作 需要對抗就可以對抗 拜登政府 糾正了特朗普時代 美國第一的政策 先與歐洲日本收好 曉之以利害 說服他們對付共同敵人中共 但是拜登政府 又不想短時間裏面 和中共翻臉 因為中共還有相當的實力 而俄乌戰爭之後 俄國變成即時的危機 美國不能夠同時和中俄兩國開戰 美國的國際戰略 變成了先消滅俄國 再回頭對付中共 善陰干中共 削弱它的實力 等它的衰弱的時候再來收拾它 這幾年來 美國自力在外交上 建立反共統一戰線 這個已經是基本完成了 其次就是說服西方的盟國 在自己國內 肅清中共的影響 清智中共的活動 先安來後讓來 再次是經濟貿易關係上 在盯緊中共 不要令它趁機做錯一些壞事 再次在高科技上 全面圍剿 令它失去了生存發展空間 最後是支持一直這樣被中共欺壓的小國 包括台灣 令到弱小的國家不再懼怕中共 美國採取陰干政策 在短短一兩年裡面已經大見成效 更加造成了中共外交的經濟困境 最直接的原因 美國的軟刀子 割你的肉 你好像沒有那麼痛 但是會令中共這樣流血 逼狗入窮項 瘋狗都會反身咬人 反之將瘋狗困入窮項中 餓到它奄奄一息 那時候取其九命 則以如反掌 美國不單是希望保持與中共對話 亦都說服日本和歐盟對華的關係掌握分寸 留一線 回旋遇地 令到中共打又不是 不打又不是 經濟和外交同時陷入泥沼 生存都成問題 還奢談什麼鬥爭 所以澤明火我只不過是花架子 辦事 面對百年變局共同推進的謊話 都是自欺欺人 懸崖就在前面 往前一步 退無死所 那時候只不過是百年 未有支大變局中的笑話 西方為了中共四十年 被中共謀了四十年 最後中共養成西方最大的威脅 幸好現在西方睡醒了 再遲幾年一切反過來 就是中共掀握西方 你被人騙一次是大義 再騙一次就是你的愚蠢 至於中國內部 要重啟經濟 不取消國進民退 誤會到自由市場 一切都是假的 但是中共 從見證初期的公私合營 到劉少奇的三字一包 再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最後落實到習近平的 現在的戰狼外交 中國人呂授騙 呂授虎至今還未醒 這個就是救猶自取 神仙難救 顏順勾寫這篇文章 你究竟同意有多少 節目做到這裡 拜拜